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知道會計界面對這個新的機遇 所謂綠色框架的來了HKQAA 去年3月推出了認證 有關你們的客戶去發的債 又或者有關基金經理人要投資 它有一個很詳盡的要求 所以這個發展來說 其實明白我們的將來是不一樣的將來 今天我們都說到sustainability 都跟環境有些關係 很多原因譬如我們過量的暴食 我們破壞的環境 污染 那些都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氣候變化的特色 就是將這些所有壞的影響 全部都將它放大了 所以如果我們不可以使氣溫的上升 是保持1.5度之內的 那個後果很嚴重 其實可持續發展 我們在說我們怎樣運用資源 我們的自然資源 是怎樣用的 而用得來 我們不是說我們這一代人用完 我們是用完之後 是留一點 是可以讓下一代人 不會說會用得少了 就是會令他們suffer 這個才是可持續發展 所以這個議題 相信就不只是氣候 我覺得整個教育 文化 甚至乎政治 政治 政治 甚至乎社交系統 其實應該是一拼這樣去看的 這個TCFD 這四個字 就是代表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Disclosure 這個Disclosure 和大家有直接關係 因為大家做財務報告的時候 將來你會多了一個規矩 就是要根據這個TCFD來做 因為TCFD是Michael Bloomberg 在2017年中出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 是跟財務完全有關的 因為很多中央銀行家 很擔心下一次的金融危機 是什麼引起呢 就是因為氣候變化引起 所有企業現在開始 就需要真正去評估 自己氣候變化的風險 不只是說他們 會有多少個大廈會水浸等等 而是他們的財務披露 如果下一次你幫忙做這個財務報告的時候 你要加入氣候變化評估的風險 你怎樣做呢 可再生能源是真的大力推動 是給多一點點電費 我相信 我自己的Personal Assessment 應該是負擔得起的 那也是大家如果是有 覺得是為了下一代 要儲一些好東西給他 是應該做的 世衛已經說了 空氣污染是致癌的一個原因 所以如果我們解決了空氣污染的問題 這些錢是值得花的 去處理這個氣候變化問題 人人有責任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為什麼我們仍然都是 處於一個較為冷漠的心態 我想是要培育一個 對大自然環境的關愛 對大自然環境的議題 我覺得應該是有三個很主要的自分者 其實除了商業之外 還有是政府和民主 就是每人都有責任 因為其實你要做得好 政府應該有一個很實在的方向 一個很具體的 大家都明白的 而大家都會感染到 然後向前去衝 去把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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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我們不是去很警覺到 而且這個警覺令到我們自己 是採取自身的行動的話 即是這個sustainability 這個狀態我們永遠都做不到